我第一眼看到这个印章呢 总会想起以前看的一部戏啊 名字叫卡布达 启动超级变换形态 真的是很像啊 哈喽大家好欢迎收看新的一期印度吗 我是印度 相信各位点进来呢 就会看到这一盒东西啊 那么我就不卖关子了 今天要介绍的就是这一盒 假妹骑士利维斯的滚轮印章 由于所以啊 今年利维斯主席的形态呢 出的真的是非常的快啊 先来看一下它的外包装吧 转一圈看一下啊 大概就这样子啊 直接看这个本体吧 本体呢是这样 这一个滚轮印章呢 应该说是目前最大的印章了 普通的印章呢 就这么小只而已啊 真的非常的大 毕竟呢 它还是要兼顾这个武器的 所以大一点的话也很正常 就算是成人握着的话呢 一边手握着也挺舒服的 这个印章的整体呢 就只有这里和这里有一点涂装 其他地方都是一个 塑料橙色 然后加一点这个蓝色的水纹啊 不知道各位看到没有 一些蓝色的水纹 然后红外线识别的地方呢 还是有的 就下面这里啊 上面这个位置呢 也是可以识别其他印章的 可以识别其他印章来发动必杀 然后喇叭在一个很奇怪的位置啊 喇叭居然在这里面啊 这喇叭在这里面 然后我们再看回这个正面啊 握把这里这个涂装呢 各位把玩的时候要记得小心一点啊 因为个人感觉真的是非常容易的磨掉啊 然后呢我要重点吐槽 正面这里啊 本来的话呢 万代是想在这里做一个眼睛啊 就像那个利维斯的眼睛透出来一样 但实际上 它这个光效不是特别的好啊 它这个眼睛的发光效果呢 从两只眼睛变成了一只眼睛 说实话 如果万代在这一层透明塑料上面 做一些灯效遮盖的话呢 可能效果会好一点啊 哎 万代真的是很不用心啊 好了 再来看一下底部这里 底部是这样一个印章 这一个印章的图案呢 实际上就是WISE那个脸的印章啊 各位在剧中的话应该也可以看到 外观展示呢 就先到这里了 我们来听一下这个音效吧 首先呢 先拔开绝缘条 没有开机音效 这里呢 我要首先说明一点啊 在这个形态下呢 直接按这个印章 它是不会触发这个待机音效的 需要你先按一下扳机 或者滚一下这滚能 再按一张的话 才会触发这个待机音效 先来听一下它单体的保安音效啊 这个是全套的攻击音效 长按的话呢 就会出现它的台词 它这个道具一共是有四句台词啊 我们继续长按 要值得注意一点 无论在什么情况下呢 你长按的话 它都会触发台词的 所以它是可以打断你的变身呢 或者带机音效之类的 那么好的 听一下这个滚能音效啊 没错 刚刚连续滚三次的话呢 它是会触发必杀音效的 然后呢 再来听一下这个印章联动必杀吧 它跟那个龙蛋也是一样啊 目前很多印章的话 它都是可以识别的 比较可惜的是呢 目前的印章都只能触发它的 默认必杀音效啊 那么好的 它的单体把音效就这么多了 因为剩下一个触发音效呢 我等一下在变身的时候再给大家听了 就一个触发待机音效啊 就应该将写住进化 referring到 盖变身 在变身之后呢有一点非常可惜啊 它是不能识别这个印章了 对不能识别了 然后放必杀听一下 在这个形态下呢 它也是有这个VMISS的 我们来听一下 按一下扳机 最后呢它其实还是有一个全套特殊必杀的 对你拔下来的话它是可以继续放必杀的 好的大概它的音效就这么多了吧 其实它联动武器呢还有手机也是有特别的音效啊 由于我这里没有它的武器和这个手机啊 我这里就不展示了 到时候它的武器我可能会单独做一期视频嘛 那么好的本期的音乐模案到这里就结束了 如果你喜欢这期视频的话 帮我点个赞谢谢啊 那么我们下期再见啦 拜拜